欢迎来到V2小书童的频道 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怎么样去注册这个谷歌账号 大家都知道谷歌账号对于我们需要访问外网的朋友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啊 他就像一把钥匙一样 现在呢在各种渠道上去注册谷歌账号的话 基本上都是需要有手机号码来接收这个验证码 那基本上我只有一个手机一个号码来注册过之后呢 那是不是就无法再再次注册呢 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种方法来实现 不用国内的这个手机号码来实现就是谷歌账号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用这个之前提到的工具来展示一下这个怎么去操作啊 那首先呢我们是需要有科学上网的 然后我们这台手机呢已经可以自由的访问外外部的网站 首先呢我们来到这个谷歌账号 我们需要去搜索一个叫做谷歌APP 那当然我这边已经装过了 就是上面就上面这个哈 最上面这个 需要自己去安装一下 安装之后呢我们去打开 他手就是撬入到这个应该类似于一个浏览器啊 但是这应该也不是浏览器啊 大家不知道去嗯 能不能看清楚应该还可以吧 嗯 然后呢点击右上表 右上角因为我已经登录过了哈 所以呢 这边呢 这边呢直接就点击这个添加其他账号 然后呢 点击这个箭头 进去 那来到这个界面以后呢 我们点击左下角的创建账号 然后是为我自己创建 这个呢就随便写啦 比如说我就是 下一步 那这个呢也就随便解了 下一步 嗯 嗯 嗯 那这个面我 我也是随便写啦 因为就简单演示一下 因为他给你两个推荐的 我们直接选择一个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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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这个软件啊 这个这个投屏软件还是比较智能哈 就是当我在输入这个 嗯 密码的时候呢 直接就全屏黑了 这一点还是不错的啊 然后呢 再滑到下面这个地方啊 看到没有 嗯 这个地方会 有个提示叫说 嗯 要添加电话号码吗 它是一个 嗯 真实用的意思啊 那不像如果说你是在PC端去注册的话 它就是直接无法去跳过的 我们拉到最下方 左下角有一个跳过 右边呢 是有个立即启用 那这个地方呢 你直接选择跳过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 你就可以直接不用填写手机号码来注册成功 OK 那其实这时候账户已经注册好了 那这个就结束了啊 那行 那我们往回去看一看啊 在这个地方 那可以看到下面 第三个 就是徐徐 这个账号 其实已经注册好了 就是这个账号 那这种方法呢 目前是我发现的一个 肯定是能够呃 成功注册Google这个账号 也就是基本上就是 就是一个Gmail邮箱吧 邮箱地址 肯定是可以注册成功的 其他方法呢 基本上都是需要填写这个手机号的啊 那手机号 基本上我一个 那我要注册多个账号呢 就写不通了 那好吧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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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